堪稱史上最複雜九合一大選 選舉加公投 有人最多要領十五張票 加上排隊動線設計 讓投票時間都超過下午四點 法定截止時間 從北到南不少投開票所 還是像這樣 人潮滿滿滿 往年投票都是這 四年之前不會人很多 今年是怎麼搞的亂七八糟 公投綁大選 怎麼對 人家跟我講十幾張的公投票 十張怎麼投啊 真的是keep put put 排到沒耐性 有人一等三小時 還有人排著排著 四點一道 被選務人員拒絕投票 你教訓不起 四點一道就在說準記 可是你覺得在做清楚 你連動線設計都不清楚 動線亂亂亂 要無法投票的民眾 火氣好大 你這裡有兩個投開票所 你動線都不清楚 你在講什麼 有人用生命帶投票 一路排到快車道上 不只北台灣 南台灣投票狀況一樣多 我們現場提出抗議 我們要求全委會說明 從白天排到天黑 甚至出現 民眾拿手機看開票 就還在排隊等投票的怪異現象 在高雄鳳山 最晚有民眾投到八點三十五分 神聖民票剛投下 十分鐘後陳其邁就登台 宣布落選 台北一樣天都黑了 還在投 今天已經來了第六次 早上過來看很多人 然後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還是一樣更多 第三次更多 現在已經是七點十二分了 所以三個多小時 排三小時算小蛋糕一塊 有人等更久 台北施林地區投到晚上七點四十六分 比照電視開票特別報導 台北票數已經開出了百萬張選票 史上最長投開票時間 也是史上最混亂的一次 記者陳全白受講 台語道